在最近显摘团支令幕的台积董的案件 港区市議員黃思廷17合中之選的時尊得來支持 目前港区市定期符合投票主席的令幕有414人 僅僅有6位的既到方氏政管 如果人力不足協議提出到方氏品質不好 沒辦法提早發現到令幕是否有可能 建議應該要增加到方氏政管的陣列 必須立台积董的事件來發行 社會處長理屬現況長 目前已經和委員單位來討論 招隊是不是要增加人力來討論 有保姆執照有編列登記在我們社會處這邊的就是414位 414除以6是69 所以一個訪氏人員他要訪69個保姆 等於說他1比69 那我們的法規規定是1比60 所以呢我們對於這個部分其實還有一段的距離 議員黃思亭在在17號在議會結選機制 在在最近 槍施團支有任務烈臺金來進行 因為他跟方氏員是第一時間可以探訪 和了解孩子還有任務總控的人 但是烈臺自動的案件協議員協議員協議員發生 跟方氏盡管會證定 那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人力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在於他手上是沒有孩子的時候 就於他一般的就像我剛講的可以去看他的環境 可以去聊他的心理 因為其實保姆的心理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有時候人都有情緒 有時候在家裡發生一些重大事故的變化 我們沒有掌握的時候 那他如果剛好又有受託的孩子進來 因而這樣子他對他有一些情緒上的表現 那是不是也就會造成社會事件的發生 所以我在這邊嚴格的要求 我覺得訪視人員的人力一定要儘快補足 處長可以嗎 有陳如議員剛剛提到 尤其在每次有一些重大社會案件出現的時候 像我們也看到說中央他其實也明明的規定 就從6月1號開始我們整個這個 訪視的這個量能要再提高 那的確我們現在有跟我們的委伴單位 其實我們也是有在討論 就是說請他們先看目前的 這樣子這個訪視的這個量能 他還能不能承受 那尤其是在中央接下來 他們要填更多的一些文件啊 然後還有這個訪視的頻率 逐漸提高之後 他們能不能夠來想法 訪視的頻率是已經確定會提高哦 對 所以你這樣的人力一定又是更不足夠 所以我們就接下來會再來討論一下說 我這樣子的人力我們可能未來 如果真的有要增加的話 可能有需要多少的幅度這樣 那這個我們會在裡面再來討論 另外議員黃陸會 這是當中北洪流團在網路上頭 黃昏百令的壓批 託憲占對著黃昏百令 風氣哪來哪嚴重 黃昏教育處應該要的年 將金屬共用立即客綱 教育小孩 處理金屬健康的方式 建議處長 針對 我們 將情緒 課程 納入我們的課綱 是不是有困難 你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處長 請國處長答覆 嘉義市的情緒在是全國第一名的 SEL的這個國際論壇 也在嘉義市舉辦 市長特別要求我們所有 包含現在會本的SR 您也了解到 這長期已完 在全國是非常有名的情緒教育的 推動的基優的縣市 第二個 會借他 在發現他 在輔導他 處長 在修復他的 處長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處長 我現在在問你 有沒有辦法納入課綱 解決我們學童的問題 議員 你不要跟我講虛的 這裡議事廳 不是在讓你演講的地方 好 一定會納入所有的議題 但是課綱是教育不免 十年修一次課綱 我跟你講地方自治 如果 身為教育工作者 你如果覺得 這樣的 教育內容 可以 幫助到我們的孩子 為什麼不做 中央 我會去建議 地方 我請大家有沒有 努力上進發展 另外 尷尬到最近 進入 準備 都熱情的高峰期 向向 綠修團出 有班去聽課 很多家庭 都要親家照顧小孩 議員 黃思婷也來建議 國立處 協助 每合民間 黨員 讓阿北收小孩的任務 暫時 來協助 保育聽課的小孩 做家庭的奧頓 不用再讓家庭 為著檢獲 工作和照顧小孩 感到困窄 和歡樂 最新新聞 中丁孫 王秋山 大吉奇 蔡宏波德 謝謝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正在尋找握力達人 凡涉及於嘉義市65歲以上長者 與嘉義市6家整合性健康篩檢醫院 配合整合性健康篩檢期程 完成健康檢查 且完成口腔健康問卷 及迷你營養評估標準 執行手握力量測 就可參加尋找握力達人 每組錄取最佳手握力前40名 就能獲得總獎金10萬禮券獎勵 握力達人就是你 歡迎來挑戰 預防機少症 降低跌倒風險 提早檢測 提早預防 如有以下現象就疑似機少症 請記得尋求專業人員 活動詳情請至嘉義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關心您 歡迎收看 最新的一段影片 請立場 公園